再看这所谓的电子烟成了校园的新问题了 这电子烟号称是能够有效的戒烟 还号称比较不伤身 结果就成了一股风潮了 还悄悄入侵校园当中 甚至有的学生就从使用者变成了贩卖者 从网络上批来中国制的电子烟 转售给身旁的同学 不过可得小心 因为电子烟如果含有尼古丁 在国内贩售是不合法的 最高可以处5000万元的罚金 穿着制服的高中生下课时间在教室里抽着电子烟 这是在大台北地区的高中校园里 还有大学校园外 学生摆摊卖的也是电子烟 吸引不少人潮 电子烟入侵校园泛滥程度超过想象 我们班上大概有40几个人 接近50人 在抽电子烟大概有十几个人 应该15 6个左右差不多 大概三分之一的人数 班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在使用电子烟 而这名大学生不只是使用者 更是一名卖家 从网路上披来中国制的电子烟 转卖给其他同学 我本身是一个买家 然后后来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卖 卖一只可能赚个一两百块 我就会推荐给一些我的朋友 或是从网路上找一些客人 电子烟入侵校园情况严重 学生透过网路贩卖给学生 直接就在教室里吞云吐物 被发现的时候他都告诉老师 老师他只是叫电子烟 他不是烟 他没有害处 而且如果有抽烟的孩子会说 而且我要接烟 所以我抽电子烟 那所以很多的家长跟我们求助说 他说的是真的吗 美国现在不断提出的数据 就是告诉大家 年轻人使用电子烟 会造成会刺激他的大脑 然后造成他思想的改变 变成易怒 然后头痛 然后呢会有很多暴怒等等的一个行为 最新期刊报道 使用电子烟的年轻人 比不使用电子烟的年轻人 吸食大麻的几率高出3.5倍 网络的传播 用口语的传播 吸收年轻人 吸收大学生 使用电子烟 而且想办法让他们也成为在班级上 销售电子烟的人 还有你固定 不论你是烟蛋或是烟油 它这个在药试法里面 它就属于是禁药 那禁药有行则相关规定 像如果你去输入 输入的部分 大概就是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还有病科一亿元以下的罚金 那如果是贩卖的部分 那就可能会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甚至到五千万的罚金 业者为了获利 瞄准年轻族群 而学生为了赚零用钱 卖电子烟 触法行为 恐怕也将付出代价 明镜新闻 王宇佩佳 沈建宏 台北报导